第一层开地平安大吉大利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清 市议员秦桧、许淑华、张维源与洪建议 以及都市发展局长等人共同之产下 台北松信社会住宅新建工程正式开工 这一处由俄福基地改建的社会住宅 将新建地下一层、地上十一层建筑物 除了有90户社会住宅 还规划有区民活动中心及礼办公室 并留设广场及开放空间 希望透过精致设计塑造一个小而美的社宅环境 预计在116年会完工 总共有一到三房三种类型 特别我们这一次在新建社宅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纳入包括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 几个非常重要认证的标准 就是希望能够落实我们对于城市永续 这样的一个新建筑概念 那另外我们也包含了包括区民活动中心、礼办公室 还有广场开放式的空间 那就是希望能够让民众、市民朋友感受到 我们整个居住环境的品质提升 而且更可以让市民朋友交流互动的机会 除了持续增加社会住宅数量 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社会住宅的品质与安全更为重要 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方面特别检讨品管标准作业流程 希望打造高品质的建筑 包括我们施工期间要强化三级品管 还有建造作为 以及包括我们常见的缺失 把它纳入在验收的项目当中 就是希望把我们验收验屋的程序 能够更加的经济 强化我们品质控管的机制 因台北市超过30年以上的建筑高达7成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公办都跟7599方案 及都跟5件等 透过法规松绑门槛降低 让都市更新更为可行 另外北市府也提出轻盈换居计划 兑现蒋万安的证件 包括在东明社宅 青年一期社宅等等 我们总共有三处正在规划 所以在规划的房型里面 我们有加装扶具 还有扶手家具等等 就让长辈可以入住到有电梯的社会住宅 那原有的这个公寓 我们透过整修之后 透过优惠的租金 出租给年轻朋友 就让年轻人能够住得起 租得起 而长辈可以住得安心 住得安全 对于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社会住宅 议员们有建议也有期许 我们也希望未来 不管万安是在社会住宅的新建方面 或是在刚宣布的都跟5件上面 不管是所谓居住正义的落实 或是未来有关于相关都跟为老的推动等等 不管在政策面法规面或是降低门槛的部分 都能够按照他所宣示的都跟5件 能够加以落实 当然设宅的部分也不能够缓下脚步 必须要有足够的设宅 如注重我们的青年 以及我们的弱势族群的需求 也希望这部分的住宅政策 能够更加落实 我们会在议会 全力的监督也会全力的协助 市政府应该要带头把租金降下来 不要让市场上的租金都已经高到有点吓人了 甚至大家认为说你我租房子不如买房子 所以我认为说尽量避免让投资客 这样子的一个炒作 这个房价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政府在设宅的部分 能再降租来做处理的话 我相信对年轻人讲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据统计台北市目前已经完工的 社会住宅有6520户 正在施工的则有7602户 未来包括东湖设宅 台美国小设宅 桥泰新设宅 及奇岩设宅等规划案将陆续推动 希望提供优质友善的居住环境 让更多市民及在台北打拼的年轻人 都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据点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